那这个看起来里面只有一件东西 网拍包裹一拿到手 民众惊觉不对劲 一边录影一边拆包裹 里面竟然放着现金200元 再来是睫毛增长液 但明明还要买一个牙刷组 怎么没看到 女儿的口气听得出好失望 因为女儿喜欢可爱牙刷组 为了凑免运费 她在顺道自己多买了一组睫毛增长液 结果牙发组缺货 女儿等半天 等到的是退还现金200元 我比较想要好气气的牙刷 心疼女儿的失望 实在气不过又给一颗心评价 写出好烂的卖家 没货也不通知 直接丢钱在里面做什么 卖家回呛 你在评价中骂人烂 触犯公然侮辱罪 要有一个星期之内改评价 不然就发怨见 我并没有对她做人生攻击 为什么她会想说要告我 然后她就一直微信我说她要告我 然后就要去改评价 除非说她这个事实虚构的 不然她这个出于一个善意的评论 应该是不会构成功能侮辱 在专业律师看来 卖家说要提告 恐怕告不成 毕竟买家是陈述事实 但也提醒太极烈字眼 别收出口 当然第一个 避免使用那种传统的脏话 另外如果你要评论一个事实 那最好把你的依据讲清楚 网路上的买卖引发争议 管理网派的业者说 无法介入买卖双方的法律流程 但也会协助提供相关证据 厘清事件 也建议买家下标前 多参考相关评价当作评估 只是这回卖家商品缺货 没告知却是寄来空包蛋 卖家原本期待商品到来的心 跌入谷底 还被呛说要提告 恐怕任谁都难接受 记者王嘉欣来比箱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